主席早 今天我想請邱昌月邱次長 邱次長齁 次長長 次長長期都在 不管在 行政院或者是內政部 都對於我們警銷的業務 非常非常的熟悉 我是想要請教次長 我們在前年大法官通過 試之760號 對於警察 這個通過三等特考的 沒有安排到警大收訊的 要求說要 我們應該要把他的這個 這個 系統性的不利差別 待遇要 消除 所以那個時候 本來是只有 只有13個人 去申請釋憲 可是 那個時候的 葉俊榮部長 他是要求所有的 從 就在99年之前的 全部都要去受訓 這個案子您很熟悉吧 沒有錯 人數大概有五六千位左右 是 所以其實 後來警政署去調查 就有4623個願意去受訓的 那當時 內政部規劃去 問題是 你們那個時候應該就已經預期到 根本沒有那麼多缺 可以去派不是嗎 因為警察的人事身先 是一套一套的制度 首先一定要先取得這個資格 有沒有那個職位的問題 後續是直接調整的部分 那這部分 留我們有一個時間來做 慢慢處理的一個空間 我們當時是這樣在做設想的 是所以 不過市長 因為您主管警消業務 很多年了 您對警消也非常了解 如果 只受訓 而不派捕 對於警消同仁 他們真的是情何以堪 對不對 對這個世系上的確會有點影響 那不過這個部分 因為職缺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跟考全機關 還要做很多的協調 是不是容許我們警政部門這邊 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去做一些努力 對 因為已經兩年了 我們自己也做了一些統計 還包括消防的 現在等待派用的是有五千人 可是我們如果市長看一下 去做的一些調查 現在巡觀以上的預算的缺額 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那這裡面當然是有一些 系統化的因素 一方面第一個 當然是年改之後 我們提前退休人少了 這個次長當年也應該就 有預見這樣的可能 是是 對 然後 然後 現在警察人員的這個 退休人數少了之後 你要光靠這個巡觀升上去 或退休了 才能夠地補的話 這樣子 永遠都補不完不是嗎 而且這裡面其實 是自760號的這些 受到影響的利害關係人 他們有很多都已經是 五十多歲了 很多人幾乎可能是在 退休之前都補不到 市長對於這個問題 因為您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也經常幫警銷 從法令上面去做一些 比較正本清源的一些解決 知道 您覺得我們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 這個是警察人事結構的問題 大概 這幾年大概 朝兩種方式去思考了 第一個就是說 這些行官的職缺 是不是我們可以協調 用佔用員的 佔行員的方式 就是現在讓他暫時升遷 但是只等到那個人 出缺以後不讓他地補 換言之間 就是說我們先讓他就地 直接升遷 這是第一種方式的選擇 第二種方式的選擇 當然就是協調整個 警政署的群官的 原額結構 做一個擴大 那這部分因為 比較涉及到考權機關的業務 所以兩條路來走起來 都有一點點障礙了 不過我們陳處長那邊 是很認真的 在協調處理這件事情 我想應該會很快有一個結果 是因為警政署 在整個政府的結構裡面 是三級機關 層級太低了 所以這部分真的非常需要 內政部能夠主動的為我們出頭 其實有很多同仁跟我講說 過去我們的警情區 沒有規定警情區一定要警員 也可能在我們的這個 人事管理條例裡面 就直接就警情區警員或巡官 甚至於有沒有可能比照 我們過去在教師 鼓勵退休的時候 有一個五五專案 有沒有可能就是對於這些 我們現在叫左四類的 就是760的這些受訓的學員 也有一個這個 就是您剛剛所謂的 類似一個暫時條例 給他們一些誘因 讓他們拿到了之後 取得這個資格 然後也覺得有一個榮譽了 然後願意退休 這樣可不可行呢 這是可以一個思考的方向 的確可以朝這方向來處理 不過這個考權機關的意見 它真的還是佔滿重大的因素 還有預算上的搭配也需要 這個人事費用上也會增加 這個整個要整體性的搭配去思考 這個我想我們這邊 我們跟警眾署來共同努力 對市長因為這個問題 不僅只是 不僅僅是這五千個巡官 逮捕的問題 而是整個警察教育幾乎都已經停擺了 因為我們現在 不是這些人分發不出去 目前我們的警左一類 警左二類 警左三類二計都不分發巡官了 那麼也有要求警察大學 從明年開始 我們可能警察大學的招生 要降到百名以下 這個對於整個警察組織的新陳代謝 是造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影響 甚至於會影響整個國家的 整個治安的效能 所以這些問題我要請市長 無論如何要站在當年 要照顧警銷的這樣的高度上面 積極的向考權機關一起來思考 接下來我是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對於警察跟最大的一個哀怨之處 就是我們一樣危牢一樣賣命 警察跟軍人實在差很多 因為在年 而且不但是跟軍人差很多 我們號稱叫司法警察 可是法官跟檢察官他們在年改之中 他們的退休金分文未動 警銷卻被歸為一般的公教 我們以現在看到的這個公教的 公教的這個退休補償金 年資退休補償金來講 市長以您一個就是人事法令這方面的專家來看 在年改的過程之中 其實對於公務人員救治年資補償金 他一改之後變成你在6月30號之前退休的 可以一次領取這個是我們在講的是 大概幾十萬的補償金 但是7月1號退休了 卻無法領取 這樣子的設計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嗎 警察的工作比較是屬於高峰險業務 如果說要比較的話 其實跟軍人的性質是真的蠻相像的 如果在整個退府制度上面 當時在年改能夠做一些同樣的一個思考 是一個可以未來我們要再改善這個制度的一個思考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大家 可能大家可以再來多一些討論 多一些努力 是 尤其是我其實 在最近這幾次的不同的委員會裡面 我都提出一點 現在會影響我們警察不敢退休的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子女教育補助費 是比照一般的公教 就整個停發了 就不發了 可是跟我們類似性質的 軍人他們中校以下一直都有續發 然後現在上校其實退府會已經同意 希望在520之前可以發 他們的退休子女教育補助費是7.5億 我們警察警消總共加起來 不過是2.2億 請問 因為今天大家都在談預算 我覺得 這個作為警消的大家長 我們應該要幫警消 不是無法再指令 指令教育補助費 那這部分 是不是要比照軍人的部分 來做一些處理 那個我覺得 我們要來跟院裡面那邊 再來好好商討 是 要請次長務必 要幫我們來多做爭取 另外在這個禮拜六 我們就是 禮拜五就是五一勞動節了 其實在全台灣最辛苦的一群類似勞工的苦勞 就是警察跟消防 我們是不能放勞動節的 我們連警察節 6月15號的警察節 或者是消防節也沒有辦法放 我知道我們本院已經有提案 希望警察節跟消防節 能夠讓警消同仁都有一天的假期 我們懇請內政部要支持 就算當天不能放 也要讓他們有這樣的榮譽 事後可以補放 或者是發放加班費 謝謝 謝謝次長 請照顧警消 謝謝 謝謝我們葉委員